小演员大能量 这七位演技经验的小戏故 真是把某些流量明星的脸面狠狠按在地上摩擦 第七位 林子叶 这位才华横溢的小演员 去年在云之雨中可谓是大放异彩 他饰演的雪虫子完美地诠释了出神脱俗的特质 配上雪白的长发更是增添了一份古运 在最终他无论是感情戏意或是打戏 都表现得游刃有余 在多场打戏中都是自己亲自上阵 吊威亚空中360度转体精湛的表演让人忘记了 他实际上只是一位12岁的孩子 仿佛真的是经历了多次的烦恼还童 除此之外 他还是天才基本法中儿童时期的培之 完美伴侣中文静绅士的男孩林静 均90中心机深沉的怀王楚九容 他的每一个角色都展现了精湛出众的演技 相信在不久的将来 他也会有更大的突破 第六位 李芷墨 相信最近看了李芷新剧《群星闪耀石》的观众 都被那个鼻尖有一点小只的小女孩梦多慈震惊到了 在之中 他无论是那双闪亮亮的眼睛 还是精湛的表演和台词 都让大家印象深刻 而扮演这个角色的李芷墨 虽然年仅10岁 但却已经出演过多部电视剧 适合多位明星演过对手戏的老演员了 比如《星汉灿烂》里的《小成少商》 《北辙南远》里的《圆院》 《暗夜行者》里的《阿喜》 《底线》里的苗妙《长风度》里的《小柳玉如》 以及《少年歌行》里的《小绿尔》 都是十分出彩的角色 或许正是这些演艺经历的积累 以及许多知名导演的指点 才使得李芷墨的表演柔中带刚力道十足 虽然她如今的年龄尚小 但未来演艺的前途着实不可估量 第五位 艾米 出生于2008年的艾米 凭借出色的长相和精湛的演技 已经在很多电视剧中惊艳众人了 《长津湖》中扔红围巾的小女孩 且是天下中小公主白狼华 护诸夫人中小城主萨利亚 清平乐中刚柔并激的少女高涛涛 少年歌行中古灵精怪的小神医 甚至连《晴雅集》《山海青》 以及《长风度》中都有她的身影 虽然她只有十几岁的年纪 但是演技和经验都已经掉达众多流量小花了 并且她的长相也相当出彩 每次在电视剧中都能成为最耀眼的存在 如果不是她还未成年 不太适合演过多的感情戏 可能她早就成为了大女主的热门人选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思藤里 那个把琴放置得服服贴贴的小思藤 她那双乌黑美丽的大眼睛明亮而又有神 肉乎乎的小脸道非常的清秀 加上娇小柔弱的身材和清脆悦耳的童声 当真是圈粉无数 之后她在陪你一起长大 扫黑风暴 灼灼风流等作品里 无论是角色的诠释还是自身古灵精怪的模样都灵气十足 尤其是在央视的法制剧《玫瑰之战》中 她的一句我请求法官叔叔把我判给妈妈 在大咖云集的剧集中 也为全剧带来了最高光的时刻 第三位 于瑶 去年的古装探案悬疑剧《樊城之下》虽然只有12集 但却成为了年度评分最高的古装剧 剧中的每个角色都令人十分惊艳 这其中就不得不说饰演少年陆职的于瑶了 虽然只有14岁 但她却把每一场眼神戏都琢磨得十分透彻 对峙时她用冷血的目光 审视周遭环境判断对方的动机 发狠时上调的眼神如同锋锐的利器 这样的演技也让她成为该剧中 除了宁里饰演的颂点史外 最亮眼的一个角色 年锦轻轻就把一个配角演出灵魂 也期待于瑶未来能够给大家带来更好的作品 第二位 萧李真正 2012年出生的萧李真正虽然今年才12岁 但却参演过许多深受好评的电视剧 2018年的时候 她因为一部白发进入演艺圈 之后又出演了古装剧《贺丽华庭》 2020年以《家人之名》播出 她在剧中饰演的年幼贺子秋 和众多老歇骨搭戏也拿捏得妥妥当当 那么小的年纪就懂得寄人篱下 主动收拾碗筷洗衣服 吃饭只吃菜不吃肉 眼里总有忧伤的孩子 也让她彻底暴露在观众的视野里面 成为了备受观众期待和喜爱的小演员 之后她又在《长相思》中扮演的小苍玄 里面的演技也是爆发力十足 特别是面临双亲离去 小妖又要离开她身边之时 她真是把那种无力而又悲痛的感觉 演绎得淋漓尽致 第一位 徐外罗 这位徐外罗小演员还不到12岁 但也出演了很多影视剧 其中的《玉面桃花总相红》 虽然出场时间不多 但比起主角来 观众好像更爱看这位小演员演戏 自电视剧播出后 她就在网上刷屏了 大大的眼睛可爱的小圆脸 小小年纪穿上古装 模样俊俏气质文雅 妥妥的古装美男胚子 观众已经能够想象得到 她长大后会迷到多少小姑娘了 除此之外 她还参演了《烈罪图鉴和启示天下》 饰演的都是男主小时候 与谭剑词和羊羊两位大帅哥比起来 她的颜值和演技也毫不逊色 相信之后 她也会带来更多更好的作品